这个尾阴性真的是 对 这个是很恐怖 尤其这波疫情最近又开始要再起 所以这个所谓的快筛计的不准确 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事情 所以我会真的 指挥中心应该要把这件事情说清楚 最近就是因为变种病毒肆虐 在记者会上我们也发现到 新冠疫情BA4跟BA5 它传染速度其实非常非常快 那BA5已经比在上上一周多了15% 那达到了这个17万6千多例 增加15% 那第一位这个确诊死亡BA5 首例死亡个案是30多岁女性 她已经打过三剂快筛 结果呢8月13号阳性 15号高烧41度全身抽搐 那后来呢紧急送医之后 插管16号因为急救无效就过世了 死亡诊断是缺氧性脑病变 还有新冠肺炎 我们接到一个投诉 我们现在看到这个画面上是 这个是国内的一个国安单位 有四个人集体确诊染疫友 那他们第一次在验国内的这个快筛的时候 都出现一条线 因为都不舒服 大家就觉得一条线那没事吧 可能只是工作太劳累 因为最近很多那个共机扰台 还有台湾的治安 还有这个国安的问题 还有外交问题 非常的忙碌 白天要上班 晚上又加班 那白天在一起 晚上也在一起 结果呢集体确诊 那后来我知道为什么确诊 因为他们放心 在拿了国外的快筛试剂来验 全部都两条线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快筛 你看这都一条线 国内快筛试剂 那他们不放心 所以后来就拿了国外的快筛试剂来再检测 四个人到五个人 那检测了N变 虽然我们有把厂商的这个名称出来 但是我们现在要问的是 卫福部到底是怎么把关 为什么这个国内跟国外快筛试剂 一条线两条线这样傻傻分不清 我们的国境之门马上就要敞开了 如果有这么多人在边境上 要先使用快筛来测 这个到底是一条线两条线的话 那如果大家全部都尾阴性 很多尾阴性的话 该怎么办 那就带着病毒啪啪手 接触更多的人 那很快台湾又不知道 又有多少人染疫了 这个部分我们今天还特别问卫福部 卫福部说 关于这个国内因为之前 解析开放让他们EUA来申请 进口快筛或自己制造 全部都是虚面审 那现在出了事 所谓出事就是说 厌不准的情况 尤其是尾阴性比尾阳性更恐怖 因为大家会以为没有事 又到处接触人 结果呢 结果就更多人去染疫 那当然国安单位这四个人 已经现在确诊去隔离了 但他们之前在一条线的时候 接触到更多的人在外面 接触到的人 全部现在都在隔离当中 那卫福部他的做法就是 你如果发现这个是不准的 一条线 结果你再拿了另外一个厂牌 是两条线 而去证明这一条线是不准的 麻烦你跟卫福部 跟各地方卫生单位来通报 让卫生单位知道说 是哪一家厂商 可能不准的情况 他们就会去查厂 然后去勒令他 严重的话 就会停止EUA的 这个紧急认可 所以我觉得 真的是要出事才来处理 对 那个主持人说的对 因为那个我们知道台湾这一次的疫情 然后你会看得到在那个快筛这个部分 我们并没有像其他国家是采全民快筛 而且是到最近的时候才这么做 那甚至于对于快筛剂还做一些控管的一个情形 那对于最近几天你看那个疫情突然又抖身 事实上大家就是真的突然开始紧张 所以快筛的准确 对于是人民一个知的权利 所以我觉得指挥中心应该尽快告知人民 这个快筛剂的情形是怎样 如果真的以前的快筛剂 没办法适合现在新的变种 那你就很透明的跟民众讲 然后如何做出一些补救的措施 不要让人民在那一边瞎猜 然后就形成更加的恐慌 我会觉得把事实说清楚说明白 这个是指挥中心应该做的 是 我还特别查了一下 就是他光是追加 这个光是口罩快筛的预算追加了四次 光是快筛跟口罩就达到一千多亿楼 真的非常的多 所以真的这些现在库存很多 因为之前被政府被骂翻了 所以就买了很多快筛 国内的也买 国外的也买 而现在国小学生开学 每三天要验一次都要回报 到赖框里面 说如果班上也有人确诊 那又要停课了 所以这个快筛变成是 一个非常重要的名声必需品 如果真的政府 我如果讲不清楚 尤其这波疫情最近又开始要再起了 所以这个所谓的快筛计的不准确 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事情 不然真的一群人这样傻傻的 恐慌 恐慌 感谢观看